梁尚君子 东汉时有个县令名叫陈时 陈时为人正直 办事公正 深受大家爱戴 他判的案子百姓都没有不服气的 如果遇到一些小的争执 百姓也喜欢找陈时评判 有一年闹饥荒 百姓没有收成 一个小偷夜里到陈时家里偷东西 躲在房梁上 陈时发觉以后 假装没看见 故意把子孙们都聚集起来 严肃地对他们说 人不可以不严格要求自己 那些干坏事的人 并非生下来就是坏人 而是平时不学好 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干坏事 慢慢就养成了坏习惯 于是到了这样的地步 这些人本来是应该在大堂上做客的 可他们偏偏要跑到乌梁上 小偷大吃一惊 从房梁跳到地上 向陈时诚恳地认罪 陈时对他说 看你的长相也不像个坏人 你这样做 大概是因为贫困吧 于是陈时赠送了二匹捐给小偷 从此全县没有再发生盗窃 这就是梁上君子的故事 后人用梁上君子做窃贼的代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